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Budelstrap4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独特的网格系统 也就是说 今天我给您讲解一下 什么叫Budelstrap的网格系统 然后给您举一个例子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个COL- 什么意思呢 咱们要对页面上的网格 进行布局的设计 设计的时候就用到这个COL 比如说我这一列 占多少个屏幕宽度 然后该怎么进行流布局排列 等等 咱们通过这个属性设置 然后另外就是个12列布局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这个Budelstrap 它把整个网页切成了12列 从第一列到第12列 12列宽 那如果咱们布局的时候 咱们只要是指明 我这个内容占页面上的 十二分之几宽 就可以了 以前咱们设计网页布局的时候 一般都是用Table T-A-B-L-E 因为出现这个网页布局 12列布局之后 很少有朋友再用Table了 直接用这个12列布局 就非常的方便 这12列布局不用Table 用什么 说到这个标记 其实它是用DIV 好 咱们再往下看 今天的知识点的参考网页 是这个地方 您可以通过这个网页 看一下详细的布局的细节 这个地方讲解的非常的详细 那咱们好 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咱们请看 首先说最外围 我给您写了一个DIV 咱们所有的网格布局 这个文档 这个不都刷文档了 它推荐您放到这个container里面 所以我按照它的标准写法 最外层的定义DIV 然后写一个container 说明这是一个容器 那咱们看一下 我今天的容器都有什么内容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请看 分为了三部分 这是第一部分 这是第二部分 这是第三部分 分别代表了什么 咱们看 DIV class 肉 下面也是肉 也是肉 肉是什么意思 行嘛 对吧 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代码 我是把页面分成了三行 横着 横着叫行 竖着叫列 对不对 横着分成三行 然后每行有什么内容 咱们请看 这第一行有什么内容 有这么三个区域 然后每个区域 大家请看 占四个列宽 咱们画面上应是多少个列 12个列 对不对 那么每个区域 占四个列宽 加在一起 正好等于12 换句话说 这第一行的三个区域 是平均宽度显示 这么理解 咱们能理解吧 然后这儿 我还给定义了一个 三个不同颜色的主题色 一会咱们实际看一下效果 好 咱们再看第二行 第二行是说 一样 只不过 我这个列宽的做一下调整 刚才是444 现在变成282 加起来 也是12 对不对 然后背景色也不同 咱们一会儿再看一下 不同列宽的实际表现效果 然后第三行就不一样了 咱们请看 我设的是648 这加是多少 18对吧 它超过12怎么办 这就是看这个Bootstrap给咱提供的默认的显示方式 一会儿咱们可以看一下 超过12 它给咱怎么自动显示 好 这就是以上的代码 我今天马上建文件 咱们实际跑一下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我先把这个标准的模板 考过来 好 然后贴上今天咱们的代码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代码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然后今天是第九课 大家请看 有三行 对不对 这是第一行 大家请看 这第一行是三个列 每个列呢 是均等宽度 没有问题吧 这个不仅叫列 应该叫三个区域 每个区域呢 占屏幕的四列宽 屏幕的宽度是从哪呢 从这到这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咱们加了一个container里面 如果不加container呢 它整个屏幕宽 加container呢 它是container的宽 好不好 然后第二行 大家请看 container是这么宽 然后呢 把这个container的宽度 分成12列 大家请看 第二行这个红列 占大概是12分之2左右 然后中间这个绿列呢 12分之8 这黄列呢 12分之2 上面呢 是444 第二行呢 是282 咱们再看第三行 第三行咱加一块 超12了 对不对 648嘛 对吧 占6 这6呢 相当于是整个container的 大概一半的位置嘛 正好 然后648 怎么办 654这还只剩2嘛 对不对 那Bullstrap他给咱默认 如果超出12怎么办 往下行数 往下行再来 所以呢 他会跑到另几行 然后呢 显示咱们第三行的第三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 大概占8个 12分之8的宽度 这就是他布局的写法 您听起来也许有些费解啊 您把我的代码实际拷贝到您的浏览器当中 您实际运行一下 应该就能明白 今天的这个grade显示呢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我呢 能给您讲明白啊 然后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给您下载参照吧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请在优酷呢 和YouTube上呢 看我的视频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